美国白宫22号公布其所谓推动解决巴以问题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 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明确反对 白宫称这份名为和平促繁荣的经济方案将帮助巴勒斯坦人及整个地区激活经济潜力 方案目标包括在未来十年促成对巴勒斯坦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为巴勒斯坦人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 将巴勒斯坦失业率降至接近个位数等 方案还计划帮助约旦河西岸河加沙地带融入中东地区和全球市场 促进巴勒斯坦人与周边国家合作 同时促进埃及 以色列 约旦河 黎巴嫩等周边国家经济发展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23号发表声明说 美国的经济方案是用阿拉伯国家的钱财扼杀巴勒斯坦人政治解决巴以矛盾的愿望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23号说 美国的计划是企图将巴勒斯坦问题转换成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 并未推进世纪协议铺路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领导人阿勒扬 23号表示 美国世纪协议经济方案代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解决巴以问题的观点 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原则 权力和政治诉求相去甚远 美国的阴谋只会导致地区反美以情绪增长 根本无法达到美国称让地区远离恐怖与对抗的目标 在22号举行的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会议上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号召巴境内和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人 在24号至26号举行大罢工游行等活动 抗议美国的举动 他还表示 八方不会参加涉巴勒斯坦问题的巴林经济研讨会 本月25号至26号 美国和巴林将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合办提为 和平促繁荣的经济研讨会 邀请中东各国参加 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 将在研讨会上推荐世纪协议经济方案